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上世纪50年代大量新移民涌入牛池湾村 令这条客家村落一下子热闹起力 人多了 食肆自然都要多 而在村里最多的一种食肆类型 就是茶餐厅 当中又以这间茶餐厅的讨论度最高 全因为它有一只可爱的猫店长 我是这间餐厅的老板 在这里经营了九年 我养了一只猫叫豆豆 它是爆纹猫 我当时一百年都养了一只 那只就是那些人气猫 我自己拿回来养 小小的都是 但它比较小一点 就拿回家 到了这只豆豆 那一刻 他家里可能生了几只 是很好的 他经常叫我 要不要 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猫 我问了几次 那好吧, 你拿来吧 就放在这里 之前也打算拿回家 但回家可能它爆猫 比较活弱 就只欺负家的那只 欺负到病了 又不肯吃东西 就没有办法 就隔离了那两个 就拿过来 不肯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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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豆豆 他的性格 我认为是很温存 不算是很惹 他钉坏 是钉教的 是的 那时候他出来 因为我们很少放胜 一放胜 他就要到处走 到处跑 我怕他跑了 我追不到他 上去后面的公园 上去上面的屋邨 威豪花园 他平时 我说他在上下梯 他自己在这看 周围看 左定定在这 不动的 就算是有些小朋友 过去玩 他都不会理 都坐在那里定定 一放胜 他就会跑去 爬上去栏框 爬上去树 或者是过的 就像个小朋友一样 他的性格 我觉得很像 小朋友的性格 那可能会有学生 就试过几次 将老师的竹签给我们 让我们看看 一般就放在大银 那些螃蟑螂 也是 但对 放在底子上 豆豆年纪轻轻 卻有本事 難怪 那么多人 慕名以来 找他打卡总拍照 很多人来找豆豆拍照 有些是故意坐车 来找他拍照 假期有很多人 假期有很多朋友 行山朋友 出去西貢玩 有些在大陸過地玩 去西貢玩 他見到胖子 試過幾次假期都故意來 過來找一頭胖 他不太喜愛別人拿相機拍相機 看到拿相機 可能是軟沒問題 有些是太近拍攝就會走 但牠是讓你摸的 摸就算是不喜歡 你摸牠也不會出爪 或者是爪你 或者是咬 也不會 這個我做很好 我跟別人說 你們這麼喜歡教導 我也很開心 有空過來搭牠就好 幫不幫忙也沒關係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貓 怎麼說呢 既然你要養牠 這是一個責任 至少是病 也好 生病 你也要負殺 我真的對著豆豆 當作女兒去照顧牠們 去對牠 當作女兒 有些客人都說 你女兒這麼大 你還要帶小貓回來養 還要帶小朋友 心理學家佛洛依德說過 花費在與貓相處的時間 永不嫌浪費 只要是愛貓之人 自然會有這種深刻的體會 貓不只會令你快樂 還會陪你走過每一個高山低谷 我在這裡是一六年開始在這裡聊天 開通路關之後 有些少人 以前做OK的 生意也好 我們也有兩成 少都兩成 兩成對我們來說 真是很大的一個數字 我覺得是疫情 我覺得是疫情的一段時間 對 街坊 我覺得牠們也很難 很慘 我們也很慘 因為牠們喜歡吃飯 我們也做不到 街坊也很支持 對 這個我覺得真的很好 很難忘 對 經常說 不緊張大家就住 不用這樣 形成就沒辦法了 對 繼續努力、加油 都會有的 每間店舖打開門做生意 最希望 就是得到街坊和顧客的認同 哪怕只是一句尋常不過的鼓勵說話 都足以成為店主們 繼續堅持的動力 因為這種感覺 遠比任何一種回報 來得更真實、更溫暖